心坚在佛途径 我们修心 心不能不见 功夫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你连 不能躲避 有人我心不清津 我看到了会动心 听到了会动心 我找个山洞里面就躲起来 行不行啊 有啊 古时候就有啊 你去看看柱长随笔 连吃大死 你都还记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老法死 住在山上 山上住毛泡 修得很不错 自己以为万元放下了 在山上住了几十年 城里面 有一些念佛 学佛的大副长者 听到有这么一个人 在山上几十年不下山 去超山 去亲近老和尚 真有道狠 佩服得五体投地 离请老和尚下山去洪法 请他到都市里去 住了没多久 一年年 道谢没有了 完全被染污了 可惜了 山上觉得不错 经不起考试啊 以为很清新了 一到都市花花世界 马上就烂了 叹成迟满都起来了 这个老和尚 看蓮池大师 蓮池大师 去讲著故事 这有一个人 他在问了 这个人是谁 连次大次 就是老兄 他自己还不知道 那这个事情 这讲真功夫 他没有真方向 他是原理 心里没放下 心里真放下 立不立没 无所谓呀 你要立他干什么 他是假象 繁琐有象 皆是希望 你能把这个花花世界 看成电影 看成电视屏幕 你可以欣赏他 你得不到他 你不能控制他 他的所有活动 是业力在控制 所以你不是清净心 问题是你没有真看破 住山 住山没有 闭关 没有 真正看破 放下了 闭关 住山 又有 不住山 不住 不闭关 也有 没有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 没有别过关 慧能大师 一生 也没有 别过关 慧能大师 大彻大悟之后 在猎人队里头 当火服 天天在厨房里面做厨房工作 去服侍这些大猎的人 大猎的人天天吃肉 你看他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他吃肉变菜 他拿青菜放在那个肉壳里做煮 他吃肉变菜 十五年了 南大师在猎人队里变成长工了 做了十五年了 做厨房 那是什么 修行 他修行功夫一天没见的 修什么呢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他修这个 手无连的锻炼 功德圆满了 这个时候出来 弘法里生 缘也成熟了 缘不成熟又磨难 缘成熟了 磨难就没有了 这些道理 佛祖给我们做的这些例子 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要看懂啊 要能体会得到 要能学到 我们这些神 才能成就 如果看不懂 不能体会 我们的修行就非常困难 所以你看 智慧发光 你看他这个 前面是欢喜 见到 见到欢喜 王后就是修道 修道 头一个就是裂钩 裂钩就是放下 放下智慧就开了 就发光 这光越来越大 我现在的事 最后 我会看不懂 我会知道 我会看不懂 你 我会看不懂 我会看不懂 我会看不懂